港都人物丹原 带来认识这位单刀画家陈瑞胡 舍弃用邮寄作为媒介 以及洗笔对环境带来的污染 创作数十年以来 工具始终如一 就是一把画刀 今天上午呢 陈瑞胡应邀到古山图书馆 与大家分享他的创作理念 并实际将画布带到现场 临场作画给大家看 让我们透过镜头去看看现场的情形 先那个构图一下 也是差不多 位置差不多在哪里 稍微把它放一下 拿起画刀沾染颜料 陈瑞胡开始在画布上添加颜色 依照多年作画的直觉 太浓太淡的地方 都能直接加以覆盖 特殊的画刀上色法 让到古山图书馆听讲的民众 开了眼界 陈瑞胡说这样的画法 可以达到环保的功效 老师是用一支画刀 画刀它是比较环保的 第一它不用碰到洗笔的那个问题 还有洗笔那些Yamaha Reno 什么都不用到 所以在老师个人认为是挺环保的 一支画刀可以上山可以下海 哪个地方都可以去 因为用画刀作画不需要水洗 也不需要游记做媒介 陈瑞胡创作数十年来 需要的作画工具总是简单 而开过许多个产的它 也无偿将作品借给图书馆展示 对此古山图书馆感到很感谢 真的很感谢陈瑞胡 我们高雄国宝级的环保画家 那因为我们古山图书馆的 馆长特色是生态保育 我们希望说透过生态保育的概念 然后落实在生活里面 然后有一个美学来探讨 藉有一张张自己作品的PowerPoint 还有现场作画的技巧展现 陈瑞胡将自己对创作的理念 与大家分享 也让到图书馆借书的民众 对于单刀作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港的讯黄泽天周福晋采访报道